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領尾祖 歡迎收看昆霖新聞 後悔國中的外黨中心的宿舍 運動到頂頂的建築物 在等年的使用資格 年過世修 有很多地方都已經損害 為處理會所在婚、老建國 邀請到教育部、國教宿司長 派給我們真來會寒 要為航空裡面建設 做整體規格解釋 讓我心裡有良好的環境 國立後悔國中 建築已經八十幾年 有很多不同的校舍 包括外黨中心、宿舍、甄甄 都是古代的建築物 現在也都已經年久熟悉 而且當時在建築時 截圈整體的堂盤整個 造成現在的蘇星在蘇永雄 是真不方便 尤其外黨中心 又是學生都用得對的 是真需要來做改成 那學校因為是已經立校八十多年 歷史非常的悠久 建築物比較老舊 我想最過界就是 前面這個兩層樓的 老舊的建築物 還有我們那個 精英館 因為那個是學生活動的場所 連舊師修 那我也很怕說 學生在裡面有活動的時候 產生一些不可預料的一些危險 有在後悔頂中心區的逛逛 有很好的環境和空間 但是建築物的老舊 是讓大家都覺得很高興 所以 理會所在分 老建國 是要請到教友報 又告訴蘇頂有培護完 前來逛逛逛 聽出學校的訴求 討論看要如何來進行 整體的整個改建 幾十年下來 來講其實學校的建物老舊 而且在動線上來講 我也覺得很凌亂 最近進來看的時候 就笑了一跳 所以今天你會想到 劉政國立委阿東 要來看看 像胡偉高中這邊 看學校的需求 到底是怎麼樣 一個老舊的建物 是當然是一定要拆 但是比如講說 校園的美學 我們也是希望能夠趕快建議 近百年的胡偉高中 有點像拼裝車 就是各管樓 在興建的騎乘時間不同 當時的需求也不太一樣 我跟溯源特別 把這個國家署的署長 還有相關的官員邀請下來 也是希望這個學校 應該快速的來做一個盤點 然後整體的再規劃 該整個拆除 重新打造後樓館 都應該要迫切來處理 除了要多花校園的大樓 讓學生有良好的學生環境以外 當然也是希望結合到社區 讓地民也可以好好來利用 好好跟社區做好 我覺得學校 學校實在有夠大 經格來說將近到7.5公頃 尤其是在市中心 所以如何把學校的功能 也把它考慮進來 最重要我也希望 學校可以跟社區 就結合在一起 這個胡偉高中是胡偉正的軸心 這個軸心辦教育辦文化 就必須跟胡偉正要做相關的結合 這才是一所真正的國立胡偉高中 我想校長還有校會的總會的總會長 還有家長會 跟我們一起都是要朝向這個方向來打拼 希望這次的實在會寫 再告訴和相關單位 會好好來賓國 航空津體的改善價位和方向 也要其他後悔高中 以後會有很舒適的環境 記者庫恩神 蔡宏報道 請問一下 請問一下